我們看到立法院外呢 很多民眾他們是衝入立法院 到底為什麼要衝入立法院 為什麼要佔據議場呢 主要我們來看到這個福茂協議了 其實中紀元WTO中心副執系長李淳說 台灣這一次呢 對大陸開放的項目 絕大多數是之前台灣加入WTO時 就應該對大陸開放的 好他們認為這些人抗議民眾 可能是因為對內容不了解 所以才會有這麼樣的 這個心情的差異 才會選擇來衝入立法院 而經濟部次長卓士昭昨天說 好福茂被擋下來 其實最高興的會是韓國 因為福茂受阻 韓國會加速中韓FTA 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搶先台灣一步跟大陸合作